第1361章 八大神谋 两女看都没看 直接无视掉龙帝 这种无声的轻视 远生龙帝方才一堆的废话 气得他脸色铁青 眼眸深处杀意暴起 金锋 给本帝好好折磨他们 龙帝冷声道 龙帝大人放心 金锋定不如使命 留下这句话 金锋身形一动 化作一头金色游龙 落在死兜场正中心的战场之上 与此同时 两女中 也有一人动了 第一站 金锋族出动的强者 是金锋魏的副统领 神皇巅峰的金锋 而她的对手 是雨曦 黄金眼一族 金锋咧嘴笑了起来 表情是雪儿残暴 那可是好久都没有杀过了 雨曦没有答话 瞳孔内火芒闪耀 若烈阳横空 下一刻 烈阳化作两道火柱 自天际展来 带着滔天的威势 直奔金锋而去 雨曦动手了 一出手 便是极为惊人的血脉神通 这是离火神通 黄金眼一族 最善于攻击的铜树 金甲族长眯起双眼 眼眸金光闪烁 似是对黄金眼一族 极为了解 哼 此树的确是黄金眼一族 血脉铜树 微能非凡 但施展她的人太弱 根本发挥不出多大力量 龙帝不屑摇头 她身旁的强者 包括站在她不远处的 圣虎一脉大长老 一时微微点头 显然 对龙帝这话极为认同 果不其然 离火神通横贯虚空 刀横斩金锋 但我刀之人实力太弱 根本无法发挥 出离火神通真正威力 金锋单手便捏死 两道惊人的火柱 剑撞 龙族一方 欢呼声一片 巫族这边 却是愁云惨淡 一脸担忧 果然不愧是金龙卫的 副统领 实力惊人啊 这离火神通 可是雨溪姑娘 好不容易才猜悟透的 原本留作杀手锏的 没想到 这么轻易便被破了 点双引号点点 这就是黄金眼足的离火神通 也不过如此 金锋不屑冷笑 雨溪面色平静 没有太多变化 在离火神通被破之后 其眼眸转动 出现阴阳于图案 似是生死交替 自眼天道轮回 雨溪身上意识弥漫 出一股超然的气息 哭 微风拂面 吹动她柔滑秀美的发丝 但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金丝飘摇间 竟从乌黑浓密的黑色 变成了灰白之色 就好像体内生机流逝太多 连带着她的容颜 都显得有些憔悴 嗯 这 这莫非是黄金眼足 赫赫有名的八大神魔之一的死亡神魔 金甲族长神色大变 一旁的龙帝听到 一时面色巨变 看谁谁死的死亡神魔 他连忙大叫 金锋 不要看他的眼睛 快动手废了他 不能废 本组长要他的血脉 金甲族长冷漠的眼瞳 骤然看向龙帝 声音冰冷 若他被废 金甲族必与你金龙族开战 龙帝脸色难看 战场上的金锋 左右为难 却也察觉到 与希这一眼的不简单 直接显化本体 一头猙獰的六爪金龙 伺候着出现在众人视线 然而 便在那六爪金龙出现的刹那 与希那呈现着阴阳两极的双眼 骤然看了过来 被其盯上的金锋 只感觉自己像是中了某种诅咒 莫名的灰色 自龙尾出现 向着全身蔓延 在这一刻 金锋感受到浓浓的危机 口踢的 金锋抱后 眼看着灰色旧腰蔓延到腰身 那种莫名的恐惧 令他有些抓狂 直接向着与希冲来 他想在那股大恐惧将自己彻底笼罩之前 先杀了与希 龙吟阵阵 化作恐怖的音波 席卷而来 与希身体轻晃 唇角流出一丝鲜血 就连眼眸 也有鲜血滑落 显然已被重创 他实力太弱 贸然动用黄金眼族的逆天神谋 遭受到了巨大反噬 污住浑浊的眼眸 透着一丝鲜芒 轻叹到龙吟有效 这个发现 令金锋欣喜若狂 他短时间内 无法迫近与希 但却可以通过音波 来影响与希 该死的黄金族 本龙要杀了你 看着脖子以下 竟接化作灰色 失去触觉的身体 金锋对与希惊恐忌惮 但却又愤怒到了极点 后提的 在金锋用生命发出最浩大的龙吟之际 羽希双眸已然被阴阳于图案充斥 金锋与之相处的刹那 只觉身体一阵 下一刻 体内的生机 不受控制的被一双无形手掌抽走 灰色从脖子蔓延到龙手 眼看着就要覆盖住金锋的全身 扑 突然 羽希张口喷出树到黑血 眼眸内血流如柱 金丝完全变成灰白色 便是连熔岩 也变成一个中年妇人的模样 神情有些欺慌 有些不甘 倒在地上 怎么回事 巫族 天妖族 金甲族强者 本以为死亡神谋能杀死金锋 不曾想 出现这种变故 他实力太弱 强行寄陷生命作战 终究历节 可惜呀 金甲妖族眯起双眼 口里说着可惜 但神情却异常兴奋 龙地面色阴沉 盯着羽希的身影 眼中杀鸡抱起 黄金眼一族 果然妖孽 这女子不过是出入神王 居然凭借着神谋之力 险些斩杀神皇巅峰的金锋 而且 这还只是黄金眼族八大神谋之一 若留下此女 待她成长到神皇境界 再掌握其他神谋 那绝对是我金龙一脉的灾难 此女 必须杀 讲到这里 龙地不禁贴了眼金甲族长 死亡 时空 万象 轮回 命运 破灭 生命 天罚 黄金眼族的八大神谋 每一个都拥有着难以想象的力量 能觉醒一个 都可为黄金眼族核心族人 这女子年纪轻轻 就掌握死亡神谋 前途无量啊 哈哈 龙地 此女你莫要与本族长争 金甲族长一向淡漠的脸上 露出极许兴奋笑容 龙地神情不太好看 恰在这时 差点被灰色死亡之力笼罩全身的金峰 挣扎着起身 他看了眼倒在地上的雨溪 眼眸充斥着畏惧与杀意 该死的女人 差点杀了本龙 本龙要宰了他 金峰谋内杀意抱起 身形垫射 宛如一条金线 扑向不远处毫无防备的雨溪 第1362章金甲族 防御无敌 金峰这一举动 历史惹来巫族强者的赤鹤 金峰你干什么 这人之威 算什么金龙卫副统领 快给我助手 点双引号点点 甚至 已经有巫族强者已经准备出手 然而 尚不待他们动手 哼 一道并不响亮的冷哼 却如同一万雷霆 在死兜场每个角落乍响回荡 震得不少人当场抱头惨叫 金峰在听到这声音之际 身形一晃 直接从半空跌落 重重砸在地上 再也没有进攻的力量 龙地面色阴沉 转身看向身旁的金甲族长 黑着脸道 金甲族长 你这是何意 刚才的冷哼声 便是金甲族长所发 何意 那女子已然败了 何必要下死手 本族长可不想要一个死人 金甲族长同样不悦 就算你要阻拦 开口便是 何必要伤我龙族族人 龙地道 言语明显比方才缓和不少 他虽然愤怒 却也知道 如今不是跟金甲族长翻脸色时候 否则一旦金甲族长撤出联盟 单凭他天妖族一族之力 根本无法碾压巫族 本族长想要得到黄金眼血脉的消息 他会不知道 明知故犯 这是在藐视本族长 若非看在你龙地的份上 他如今已经是个死人了 金甲族长冷声道 文言 龙地神情变化 张了张嘴 终是没有再说 这一局 我们认输 巫族一方 暗月开口 替重伤甚至有些意识模糊的羽兮认输 金龙一脉的金峰 夺取第一战的胜利 然而 羽兮方才的经验表现 却让现场不少鼓足强者 记住了这个女子 记住这个紧紧两眼 就差点破杀一名巅峰神皇的女子 羽兮 暗月看着被带回的羽兮 手掌触碰到他身体的刹那 脸色十分难看 羽兮体内原本如河流般奔腾旺盛的生机 如今 河流不在 处处搬河 浑身更是透着一股风烛残年的垂暮之气 暗月的秀犬 人不住摸了起来 眼眸染着一丝心红 趴起身 向着屋住乌贤微微一礼 请乌族前辈 替我照看好羽兮 嗯 你要小心 乌贤点了点头 在暗月踏步进入战场之际 乌贤来到羽兮身前 仔细检查了他的伤势后 这位擅长祈福 欲病的老林乌 眉头紧皱 生命枯竭 非寻常数可救 我如今 只能以生命涌叹 暂时缓住他的性命 乌贤轻叹 生命涌叹 我乌族中 号称能让垂死之人 瞬间痊愈的逆天乌树 有乌族强者震惊 我来吧 老乌柱开口 他这次说话 倒是没有咳嗽 神情很是平淡 不等乌贤拒绝 他来到羽兮身前 手中拐杖点在羽兮为心 刹那间 乌树蕴含着精纯生命原力的绿色星点 如同黑夜中的萤火虫 围绕着拐杖游走 最终 全部没入羽兮体内 另一方面 暗月来到战场 他的对手 金甲族精俏 早已战力等候 神皇中期 精俏在察觉到暗月羞为后 眉头微皱 你不是我的对手 精俏默然道 现在说这话 是不是太早了 暗月神太平静 三招 若你三招内 能破除我的防御 此局算你赢 精俏道 暗月秀眉微醋 冷哼道 狂妄 话虽如此 在出招之际 他便全力以赴 吼踢的 一头庞大的黑虎虚影 出现在其身前 那黑虎模样 神似当日暗月炼化 黑暗圣虎时 那一直为他护法的圣虎虚影 这 这是圣虎大人 圣虎一脉的强者 在看到黑虎虚影时 身形俱阵 眼瞳闪烁着 不可思议的同时 心底却有一股 无法言喻的 敬畏之情深含而出 果然是那头 令人讨厌的圣虎 龙帝皱着眉头 他身为金龙嫡系血脉 对于金龙的老对头圣虎 自然不感冒 这就是黑暗圣虎血脉 的确有点意思 但你不是我的对手 精俏重复道 暗月神情漠然 同一时间显化本尊 一头小巧黑虎 出现在众人视线之中 紧接着 小巧黑虎吞掉 圣虎虚影 其身形骤然膨胀一圈 一股堪比神皇后期的恐怖气势 自暗月本尊散发而出 圣虎踏天 精冷的低喝响起的刹那 暗月本尊横跨苍穹 带着惊人的气势 鼓扑而来 作为他的对手 金甲族金翘 却是漠然不动 好像根本没有看到一般 圣虎踏天而来 威势无双 恐怖绝伦 凌厉的爪牙 在轻刻尖逼近金翘 那散发的锋芒之意 即便是身在战场外的 鼓足强者 都能清楚察觉 自己若是身处这爪牙之下 定然难逃一死 狐爪凌厉 瞬间将金翘淹没 就在不少古族强者 认为金翘必死之际 叮叮 当当 金翠悦耳的碰撞声 伴随着无数次母金芒 以及恐怖的爪风鱼波 向四面八方宣泄而来 拜倒众人适应刺眼的金芒后 却看到了极为震惊的一幕 金翘半个身子覆盖着 一层金甲钻石 那灵力虎爪落在金甲钻石上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天啊 这就是金甲族的防御吗 太强大了 这金翘是神皇巅峰 他的防御力 估计就算是半地也破不开 古族强者们震惊不已 一招 金翘淡没道 闻言 暗月一从震惊状态醒来 心中苦笑 单凭方才这一手 他便知道 别说三招 就算是三十招 也破不开金翘的防御 然而 他并不想认输 我刀要看看 你的防御有多强 暗月眼眸涌出凌厉之芒 深吸一口气 金药阵杀剑 锋利的虎爪 瞬间化作五六柄闪烁金芒利剑 轰然刺向金翘 金翘退后两步 浑身毫发无损 末日流星 黑暗圣虎散发的黑气 化作一道道黑剑 铺天盖地 碾压而来 气势惊人 点 然而 光芒散尽 战场半毁 金翘依旧无事 三招已过 你认输吧 金翘双臂环抱 但莫道 做梦 暗月咬牙 刚说出这句话 只感觉一股无比恐怖的 气势笼罩自身 下一刻 一只宛如铁箍般的手掌 扼住他的咽喉 将他整个身躯举了起来 既然不认输 那就死吧 金翘神情淡漠 手掌发力 欲捏爆暗月 但就在这时 秋 一道经验刀光 恍如自久天而来 垂落而下 带着金人刀翼 斩向金翘抓住暗月的手臂 第1363章到来 免杀 秋 刀光袭来 奇快如电 金翘神情淡漠 恍若未见 手掌已然发力 他并非没有看见 而是出于对自身防御的自信 根本懒得理会 当 刀光碰触到金翘手臂的刹那 击射出数百道刺目的金芒 但并非是无功而返 那凛然的刀锋 深深嵌入金翘那布满金钻的臂根处 金翘面色微变 轰 刀锋自带的冲击力 瞬间将金翘震飞的刹那 金翘臂根处骤人涌出大量火焰 火焰如刀 与那嵌入金翘臂根处的刀锋相左 骤然爆发出极恐怖的撕裂之力 扑 金翘布满金钻的手臂 瞬间被斩掉 薅飞而出 金翘面色大变 剑长鼓足强者 一拳都面色大变 是谁 这恐怖一刀 竟能伤到金甲族人 实在太惊人了 点双引号点点 众人寻着刀芒斩来的位置看去 原本跪倒在地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的暗月 同样抬头看去 还有那被老巫柱以巫族秘书 暂时就醒的雨夕 一时抬起那张憔悴令人心碎的容颜 看了过去 万众瞩目下 一道白衣身影 凌空虚度 无垠的天空 在他脚下 化作地面 他一步步走来 气势也在不停地暴涨 这人是谁 七星神王 不会吧 刚才真是他出的手 金甲族以及金龙一脉的强者 对这个白衣身影都很陌生 当察觉到他的境界后 一个个皱起眉头 言路不屑 反观巫族 却是有不少人忍不住低吼起来 是他 他来了 照 照放 雨膝苍白的面容上 目出一席笑容 我就知道 你会来的 暗月喜极而泣 泪眼朦胧 如同看到了主心骨 白衣身影款步而来 身形笔直 步伐稳健 目光锐利如刀 一场冰冷与锋利 哪怕那些轻视他的古族强者 在接触到他冰冷无情的目光时 一时心中打突 连由来的生出几分凝重的情绪 白衣身影来到巫族 走到雨膝身前 当看到面容憔悴 气血衰竭 重伤垂微的雨膝时 照放眼眸内杀意抱起 无尽火焰与刀剑的影子 在其眼眸内变幻闪烁 他俯下身来 轻轻抱起雨膝 愧疚道 抱歉 我来晚了 我就知道 你会来的 雨膝并未有责怪照放的意思 笑容从容 刺对自身的变化 并不在意 照放知道 他是为了顾忌自己的情绪 谁动的手 照放声音温和 是他 金龙一脉的金风 雨膝尚未开口 旁边一个巫族强者指着金风叫道 照放瞥了金风一眼 同样看到站在金风身旁的龙帝 以及龙帝身旁的金甲族长 神情没有多少变化 但谋光内 却是杀意如韬 清静五湖四海 也难洗刷 你好好养伤 我去为你报仇 照放语气轻柔 话语出口的刹那 却带着无尽的沙发与血腥之气 令人听之心惊胆战 雨膝毫不怀疑照放的话 乖巧的犹如一个小媳妇 点了点头 道 我等你 照放看了老乌柱与乌贤二人一眼 冲他们微微点头 旋即 转身走向战场 按月 你伤势太重 不适合战斗 回去吧 说话间 照放袖袍一挥 一股柔和之力拖住受伤的按月 向战场外甩去 羞 一道流光破空而来 接住了受伤的按月 落在巫族地盘上 黑巫 巫族强者看到来人 不由惊讶 做完这些 照放不在理会场外 其锐利的目光 落在金锋身上 我是照放 第三场战斗人选 若能胜我 这次赌斗 便算你们赢 照放声音平淡 但下一句话 音量骤然拔高 蕴含着震天动地的声音 金锋 滚过来受死 其声如雷 在整个死兜场上乍响 且形成绵绵不绝的回音 震得不少古族族人 痛苦地捂住耳膜 过来受死波浪斧 波浪斧 过来受死 这声音化作一道道 无法匹敌的冲击波 横脸金锋 金锋脸色难看 他身为金龙卫副统领 巅峰神皇强者 在金龙一脉的地位 仅次于龙地等寥寥几人 可谓是尊崇无比 何时被人这般挑衅 点 然而 最愤怒的人 还不是他 小砸碎 你居然敢斩掉本大爷手臂 本大爷要寡了你 蛮横且充满着暴力的声音 自死都尝一脚传出 那被斩掉一臂的精俏 带着令大多数神 黄都心晶的恐怖煞气 向着照放横冲而来 在出手的刹那 他的身体 完全被金钻覆盖 成为一个闪闪发光的钻石人 金钻动怒了 金甲不满全身 对付一个神王 他竟然动用了血脉之力 实力全开的金钻 甚至连半帝都不想面对 那个神王死定了 议论如潮 那些古族强者眼中 都流露出几分悲悯同情的神色 照放却好像没有看到金钻 他的目光 一直停在金锋身上 混账 居然敢无视本大爷 你死定了 金钻大怒 已然变成金钻的手掌 紧握成全 在迫近赵放之际 猛的一拳砸出 拳出刹那 但凡挡在拳风前的一些物质 皆在瞬间被撕裂成渣 恐怖异常 见状 就连巫族强者 也忍不住开始担心赵放 赵放依旧没有动手的意思 只是平静站在原地 就在那林立的拳风 将要震碎他的发丝时 赵放唇角微扬 掀起一抹冷酷的弧度 呼波浪浮波浪浮 无尽的沙暴 骤然自其身后涌出 连绵不断形成一道道沙墙 挡在赵放身前 惊俏厚重霸道的拳风 碾碎了数十道沙墙 可依旧没能冲到赵放进前 被阻于沙墙之外 尚不等他有所反应 暴碎了紫沙 飞流瀑布 垂落九霄 轰然而落砸在惊俏身上 瞬间将其淹没 惊俏消失 原地只有一堆如沙漠般的沙丘 赵放抬起手掌 向着沙丘微微一握 声音清冷 不含丝毫感情 沙暴 纵葬 空 沙漠骤然崩裂成无数段 那一刹的崩裂之力 甚至连战场都被波及 直接化作鸡粉 但这些 还不是让众人震惊的地方 第1364张不要点逼脸的金龙一脉 沙漠暴碎 化作无数杀力 四散八方 而被沙漠包裹的精俏 已然不负人形 直接被震裂成十数段 碎尸洒满地面 场面一片死寂 无数鼓足强者瞪大双眼 难以相信的看着这一幕 足足过了五六秒 才有一论声响起 金翘死了 防御无双的金翘 竟被一个七星神王给杀死了 骗人的八 这特么怎么可能 点双引号点点 所有人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只有金甲族长 龙帝 老巫柱等寥寥强者 看出一些端倪 好恐怖的挤压之力 连金翘这种金甲族人都无法抵挡住 神皇境界内 谁能与此此抗衡 龙帝面色微沉 他原本很看不上赵放 可赵放表现的战力 却刷新了他对神王的认知 让他稍微有点认真对待的意思 哼 金甲族长冷哼 眼眸内胸光闪烁 接下来 该你了 赵放平静望着金风 你是主动出来与我厮杀 还是等我去杀你 他的话 依旧很默然平静 哪怕斩杀了金翘 也没有让他的情绪有太多变化 就好像斩杀的不是金甲族强者 而是一只楼一般 赵放的默然的态度 令原本就深受重创 且心惊赵放实力的金风 对其越发的忌惮警惕 根本不去应战 而是躲在龙帝身后 赵放踏步而来 平静的声音 一是随之传递全场 上一次 金讯想来截杀暗月 被只有神王的我金退 如今 堂堂巅峰神皇 竟然连应战的勇气都没有 金龙一脉 难道就出这种废物 赵放的话 极为刺耳 连龙帝听了 也忍不住皱起眉头 可事实如此 他也分辨不了半分 只能把怒火撒在金峰身上 你嫌我们金龙族丢人丢的还不够 还不滚去一战 若是斩不了他 你也不用回来了 龙帝发话 金峰就算再怎么不愿意 也无法抗拒 他带着对赵放满腔的怨恨 以及深深的咒诅 再一次登临战场 金峰上场了 你们觉得他有希望吗 我觉得有点悬 不过 金龙族擅长攻击 或许他能逆转 金峭都无法逆转的局面 在届时到沙漠送葬 产生的恐怖杀伤力后 反倒是没人看到金峰 金峰脸色阴沉 在登上战场的瞬间 便已然显化出本体 一头伸过百丈的六爪金龙 盘旋半空 锋利爪牙与冰冷的眼眸 正带着阴沉的沙翼 冷冷盯着照放 迎 金峰迎景长迎 但便在这时 一道犀利刀光破空而来 吵死了 秋 刀光逼近金峰的刹那 一分为三 三柄锐利刀锋 不分主刺 拥有着相同且恐怖的气息 分别斩向金峰的龙手 第一刀 直接崩碎了龙手处的龙铃 在其外显的皮肤上 留下一道深深的刀痕 不带金峰惨叫开口 第二刀临近 顺着第一刀的刀口 直接切了进去 第二刀 全部没入金峰龙手之中 金峰疯狂惨叫 挣扎连连 便在这时 第三刀如约而至 斩在相同的位置 当金峰龙手伤口出 传出轻量的刀片碰撞声音 下一刻 那硕大的龙手 直接脱离龙身 带起一鹏及星红刺目的血盲 狠狠砸在地面 望着那颗在地上 咕噜噜转动的龙手 四周一片安静 包括先前认为 金峰会败于赵放之手的 鼓足强者 他们虽然料到 金峰可能会败 却怎么也没料到 金峰会败得这么快 败得这么干脆 三刀授手 毫无反手之力 堂堂巅峰神皇 居然被一尊七星神网碾压 更令他们心惊的是 照放这次动用的 并非是杀暴送葬 这类古怪的杀招 而是实实在在的刀法 怎么如此 这家伙身上 怎么会有如此多的杀招 三刀劈死了一头五阶顶峰的金龙 这特么也太刺激了 曲 小声点 别让金龙一脉听见 点双引号点点 龙帝此刻的表情 的确不太好看 不光是他 其他龙族强者的神情 一时阴沉无比 金峰被赵放三刀斩杀 金峰丢了性命 而金龙一脉 确实丢了面子 相比于面子 金峰之死 反倒变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废物 龙帝声音冰冷 声音中蕴含着的不满与狂躁 就算是傻子都能听出来 的确 你们金龙一脉 都是废物 赵放主刀而立 但莫望着龙帝平静到兔崽子 找死 龙帝身旁一个合法童颜 举手投足 充斥着无尽威严气息的老者 一步踏出 声音音力 金特罗 有古族强者认出那老者身份 吃惊大叫 金特罗 金龙为大统领 什么 怎么会是他 传闻 这老家伙妄妄图提升血脉 最终被反射而亡 没想到 居然还活着 点双引号点点 对于四周古族强者的议论 金特罗充耳不闻 身形一体 犹如一头大鸟 轻轻松松 落入战场之上 本龙 金特罗 第三场出战人员 此言一出 全场哗然 妈的 金龙一脉太无耻了 这金特罗早在一百年前 就已经跨入神地境界 居然要在第三场 欺负一个神王晚辈 人群跟炸了锅一样 乌贤站出来 立声指责金龙族 金日阳 你还真不要脸啊 说好的三场比斗 只针对神皇层次 你让一个神帝上场 是什么意思 觉得我巫族可欺 哼 龙帝冷哼 根本没有开口的意思 金特罗大笑道 神帝 什么神帝 本龙只是神皇巅峰而已 说话间 金特罗手掌幻动 掐成一个奇特法觉 点在自己胸口 金特罗身形一颤 连退了两步 才勉强稳住身形 在其抬头之时 他那棒驳如海的恐怖气息 瞬间减弱 停留在神皇巅峰层次 墮静 所有人傻眼 看着目瞪口呆的众人 金特罗冷笑 你们一直觉得 本龙是神帝静 参赛违反规矩 可现在 本龙只是神皇 第1365章横扫 问一句还有谁 现场鸭雀无声 鼓足强者瞠目结舌 那一张张震惊无语的神情 都显示着 他们低估了金龙一脉的无耻 乌贤怒声道 金日阳 你还要不要点逼脸 堂堂神帝静 居然多进去打一个神王 你金龙一脉的神皇高手死绝了 乌贤的话 刺耳无比 金日阳却不动怒 反而笑颖颖望着乌贤 乌贤长老 何必如此激动 没看到本帝也在走程序 金龙一脉派出的强者 可从未超过神帝静 你 乌贤被这句话气得不轻 现场 绝大多数人望向赵方的目光 都带着一些怜悯与轻叹 尽管赵方先前曾屠杀两个神皇巅峰 尽管金特罗如今也只是神皇巅峰 但却没人看好赵方 哪怕金特罗堕静 从神帝堕至神皇 但他毕竟曾是神帝强者 无论是经验还是战斗方式 亦或者对大道的感悟 都非寻常神皇巅峰可比 简单来说 金特罗境界虽然下调了 但他的战力 并未亏损多少 依旧是神帝层次 赵方虽然能免杀神皇 但碰到神帝 绝对是凶多吉少 小兔崽子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今日 本龙要让你知道 得罪我金龙一脉该付出的代价 金特罗盯着赵方 如同猎人看到猎物 阴沉的双目中 透着一丝细血 一丝冰冷杀意 赵方抬头 眼皮微抬 口中青土 白痴 此言一出 场上历时安静下来 不少听到此言的鼓足强者 都表情古怪 看来 这家伙也觉得自己打不过金特罗 开始自暴自弃了 他难道不知道 自己骂得越狠 金特罗下手就越重 你以为 他不骂金特罗 金特罗就会手下留情 好像不会哦 众人将照放的反应 自觉的定义为自暴自弃 对他多少有些同情 你竟然骂本龙 真是找死 此次出口的刹那 金特罗身如雷霆 带着惊人的轰鸣 踏裂虚空 瞬间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他出现在照放身前 冰冷锋利的龙爪 卷着令人心悸的倒钩 抓向照放的脑袋 以金特罗六阶龙区的强度 就算是一座山峰 都能被轻易碾碎 更何况照放头颅 然而 在他将要逼近照放之际 原刺金山 惊冷的声音 骤然自照放口中传出 紧接着 无边压力笼罩住金特罗 无边黑影将他淹没 金特罗心惊 抬头看去 但见空中不知何时 多出一座金色大山 骑山厚重 来势汹汹 势不可挡 甚至 当黑影笼罩住金特罗时 他吃惊地发现 自己的速度 竟然被压制了 怎么回事 金特罗大惊 再度看向身前时 身前已经没了照放的踪影 该死的小崽子 金特罗面色阴沉 轰 原刺金山如急速降落的陨石 轰然压在金特罗身上 狠狠压在战场之上 砰 刹那间 战场正中心 四分五裂 无数碎石崩碎倒射的同时 卷起漫天烟尘 居然把战场毁了 这可是神帝级的战场啊 难道说 方才那一击之力 有神帝级的威力 妈呀 这也太恐怖了吧 那家伙手上 竟还藏着这种底牌 卧槽 老子越来越看不透那小子了 说不定那家伙 还真有翻盘的机会 众人一片震惊 震压而下的 原刺金山底部 传出一阵温温巨响 下一刻 原刺金山底部 有距离涌出 将整个山体顶的倾斜 搜 在山体将要下沉的刹那 一头浑身狼狈的七爪金龙 从原刺金山底部 中了出来 正是金特罗 就凭你这点本事 也想杀了我 你老糊涂了吧 金特罗刚飞出没多久 一道令他有些抓狂 甚至恼羞成目的声音 在其身后响起 他转身之际 赫然看到 赵方正平竟站在他身后虚空之中 金特罗面色阴沉 小兔崽子 修耀得意 刚才本龙指示大意 才被你的宝物偷袭得手 这一次 你没有机会了 说话间 他口咸龙珠 身披腻领甲 手指金龙腔 气势腾腾 近比方才还要强横 赵方瞥了金特罗一眼 神情没有太多变化 虽然你很白痴 但有一句话 你说的没错 你没有机会了 说完 赵方大手一挥 呼听着 无数道狂杀怒卷而来 金特罗在下方观战时 知道这狂杀恐怖 不敢大意 实力完全爆发 金龙腔刺出的刹那 形成一道恐怖的螺旋气径 粉碎所有党在其身前的狂杀 带着一网无钱 不斩敌手是不罢休的狂放姿态 向着赵方杀去 但越是靠近赵方 狂杀越多 越厚 越难突破 哪怕螺旋气静恐怖异常 到了后来 突破的速度 也大大降低 不好 再这样下去 本龙迟早会被他缠住 金特罗面色微变 金龙腔一阵 横扫八方 震遂围攻而来的狂杀 就要退后 但刚退了一步 其神色 已然难看到了几点 有时数道长狂杀巨蟒 不知何时 出现在其身后 在其退后的刹那 便直接逼了过来 金特罗身形极快 但庞大的身躯 还是让他备受煎熬 在连躲闪过树道狂杀巨蟒后 终被一头狂杀巨蟒 咬住龙威 金特罗身形一颤 下一刻 剩余的狂杀巨蟒 如同饿了无数万年 初看到雪石般 疯狂地扑了上来 眨眼间 金龙卫统领 神帝境界的金特罗 便被无尽的狂杀淹没 不好 龙帝看到这一幕 眼皮微跳 心中生出一种极不安感觉 他可以无视金峰的死 但却不能无视金特罗 金峰只是神皇 金特罗却是金龙一脉 险少的几个神帝境 死一个 对金龙一脉而言 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点 然而 就在他准备动手之际 赵放已然抬起手掌 向着被狂杀覆盖的金特罗区域 微微握拳 助手 龙帝怒吼 其声夹杂的龙银 镇的现场绝大多数人头晕目眩 甚至还有人直接失去意识 赵放自然也受到波及 身形微颤 但他面色 却是更加坚定 声音一常冰冷 沙暴 大藏 第1366章蒙地出手 沙暴 大藏 这声音传出之际 沙漠一片平静 这份平静 足足维持了两秒 便被惊天动地的轰鸣 与沙漠下沉 崩裂之巨祥所打断 无数沙尘滚滚冲销 甚至借此形成沙尘暴 恒连八方 拜倒沙暴彻底平复后 整个战场 被十数米深的紫沙覆盖 变成真的沙漠 至于金特罗 自从被紫沙覆盖后 现在也没有现身 连他那独有的气息 也消失得一干二净 金龙卫统领 神帝强者金特罗 允 现场一片死寂 无数人瞪达双眼 都没有料到这个结果 哪怕是对赵放充满信心的 与西安月等人 也只是认为 赵放能战胜金特罗 未曾想过 他能将对方击杀 毕竟 那可是一尊神地境强者 无尽的沙尘 随风而散 一身白衣的青年身影 在天空洒下的 一缕光芒照射下 宛如一尊无敌的神子 浑身绽放着 令敌人心寒的神灰 他平静站着 副手而立 那看似单薄销售的身躯内 却隐藏着恐怖如海般的 惊人战力 还有谁 照放目光横扫 逼你金龙一脉 姿态狂傲 却偏没人敢说他狂妄 照放已然用实力证明 他有狂妄的资格 金龙一脉大多数强者 全都低下头 不敢与照放对视 尽管照放只是一个人 但上场至今 不过片刻间 变轻松连斩金锋 金特罗 让金龙为的正父统领 同时归息 这份本领 足以让任何金龙强者 为之心计 苛苛 老乌柱倾刻起来 唇角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至于乌贤 则是毫不掩饰的大笑起来 辣笑容 落在金龙一脉的强者耳中 是如此的刺耳 小子 龙帝跨前一步 犀利的眸子 瞬间锁定照放 本帝方才让你住手 你没听到 金日阳 你什么意思 堂堂龙帝 难不成 你还准备亲自动手 乌贤看到龙帝这副姿态 颇有些紧张 若是其他古族强者 乌贤相信他们会为了 古族昔日的荣耀 不会放下身段去对付一个神王 但龙帝的无耻 他已然不是第一次见了 不得不访 龙帝根本没有理会乌贤的意思 他那阴冷且充满杀意的谋光 此死锁定照放 犹如一头太古凶兽 散发着争鸣杀意 锁定自己的恋物一般 照放眼皮微抬 此时浑身没有感受到 那子龙帝身上散发的恐怖威势 只是掏了掏耳朵 有些无趣的问了一遍 你说啥 你再说一遍 龙帝神色微尘 还真又复述了一遍 本帝让你住手 你没听见 照放笑了起来 上下仔细打亮了龙帝一番 口中时不时嘖嘖称赞道 哎呀 这真是一条好狗 让你重说 你还真重说一遍啊 全场瞬间死记 所有人 都一脸不可思议的望着照放 那神情 比照放窄杀金特罗 更让他们震惊龙帝也是微微一正 带道反应过来时 面色涨得通红 浑身杀意爆起 如同发狂的暴徒 照放时而未见 继续刺激道 我看 你也别叫什么龙帝了 跟你身份多不符合 还是狗帝比较上档次 更贴近你 扑 一位古族强者没忍住 直接笑喷了 龙帝目光疏然看去 那古族强者历时 被龙帝目光内擒着的惊人杀意所惊 连忙白手 狗帝大人 不不 龙帝大人饶命 我 那人刚开口 龙帝那满是威严的面容上 已然是寒霜密布 杀意争争 不等他说完 龙帝挥手间 直接将那名古族强者震杀当场 且淋淋的一幕 震慑住了所有人 原本有些差点没忍住 想要笑出来的古族强者们 历时心头一领 咬破舌尖 也要让自己保持清醒 唯恐如那个倒霉鬼一样 成为龙帝怒火下的牺牲品 嘖嘖 狗帝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人家这是在夸你呢 你怎么能狗咬吕洞宾 不使好人心呢 赵放道 众人面皮一抽 心道赵放这是把作死玩出了花啊 他们不知道吕洞宾是谁 也不知狗为何咬他 但他们知道 龙帝要抓狂了 龙帝此刻 的确有抓狂的趋势 他面目阴沉 整个人如同黑话一样 散发着令场中无数鼓足强者 都为知心惊胆寒的力量 赵放 你死定了 龙帝声音冰冷 一字一句 在这里 没有人能救得了你 卧槽 听你这话 还想跟我斗 你知不知道跟我斗的下场 金风 金特罗就是你的下场啊 照放一副被吓到的表情 阴阳怪气道 但心中 却为龙帝显露的实力 感到心惊 妈的 这家伙竟然达到神帝中期的层次 比起当日在古神帝宫斩杀的陆海空还要强 神帝中期 也就是六星神帝层次 达到神帝境界后 一星一天地 每提升一个境界 都拥有着超越上一个境界数倍乃至十数倍的恐怖战力 赵放之所以能轻易绞杀金特罗 除了这家伙自己做的一手好死 多进到神皇外 还有一点 他的真正战力 勉强达到一星神帝巅峰 比起陆海空落了十数倍 赤故 赵放连火之玄奥都没出动 便灭了他 但龙帝不同 这家伙是货真价实的神帝中期 而且 看对方这姿态 明显不打算与赵放公平一战 奶奶的 这算什么事啊 赵放挠了挠头 神情却没有多少畏惧 也拿本帝跟那些废物相比 小兔崽子 你这次必死 彼此还在回荡 龙帝身影便已然消失在原地 待到死字出口 他已然出现在赵放生前 犀利龙爪如同血果招数十道神剑之锐 抓向赵放 其实又凶又急 金特罗也曾用过这一招 但金特罗是斩出的威力 与龙帝相比 宛如小巫见大巫 根本不值一提 上位临身 赵放便感觉到 一股恐怖如刀的杀意 似要将自己的身体 斩成无数段 心中含义倍增 正要反击 今日扬 你堂堂龙帝 居然不顾身份 对付一个神王晚辈 当真无耻 本乌贤看不下去 要斩了你 第1367章老乌柱 下一刻 乌贤的身影 出现在赵放生前 应接了龙帝一爪 哼 两人交手刹那所产生的强横鱼波 如风暴般 席卷八方 离他们最近的赵放 瞬间被波及 犹如被石树座大山撞到 身体横飞而出 怦然砸在战场的一角 强横鱼波依旧在震散 不少古族族人猝不及防 直接被这股鱼波绞杀当场 一时间 场下满是惊恐不安的惨叫 族族过了片刻 这种混乱骚动 才渐渐止息 乌贤 本帝不想杀你 给本帝滚开 杀本乌 狗帝你哪来的底气 敢跟本乌说这种话 一向在赵放 在乌族族人面前 都表现得极为和蔼的乌贤 此刻 却是霸气纵横 气息狂飙间 神然冷笑 六星神帝 当从废墟中爬出来的赵放 揉了揉背撞得有些发痛的胸口 目光看向与龙帝对峙的乌贤 其瞳孔微缩 真没想到 这其貌不扬的乌贤 竟然也是一尊神帝中期的强者 赵放暗暗心惊 乌贤 你这是在找死 狗第二次 此时变成了龙帝的逆龄 听到这话 龙帝神情历时变得争鸣起来 浑身杀意抱起 不由愤说 便已然出手 乌贤并不畏惧 与龙帝站在一处 两大志强者的战斗 可以想象 那时何等恐怖 就连照放 也不得不远远避开 柯柯 在惊天动地的轰鸣暴响中 那微弱的倾壳声 本音若不可闻 却盖过了龙帝乌贤 交手产生的轰隆巨响 清晰传入众古族耳中 古族闻寻声看去 却见组着拐杖 白发苍苍 形容枯搞的老乌柱 一步三晃地走了出来 然而看到老乌柱走出 龙帝却是面色大变 金龙变 龙银传荡整片战场之际 龙帝显化本体 实力飙升一倍 瞬间击退且震伤了乌贤 身形向后飘去 然而 便在他倒立而回的刹那 老乌柱缓缓抬起拐杖 指着化作金龙本体的龙帝 不知为何 看到那拐杖的瞬间 龙帝竟有种被太古洪荒凶兽 盯上的感觉 几备发寒 金棚 老乌柱缓缓开口 声落 拐杖的尖端 蹦射出一道金芒 金芒一散而出 化作一头房屋大小的金棚 其爪风锐 单肉眼看去 便能感受其上蕴含的无尽锋芒 力 金棚长笑 如看到猎物般 俯冲向龙帝本地 滚开 龙帝面色大变 龙尾横扫 想要拍死金棚 金棚找牙舞动 瞬间勤注龙尾 在一干股足强者震惊的目光中 猛力一扯 吃拉 那强横且布满金色龙民的龙尾 如同一块破布 被金棚轻易撕裂成两半 无数金色鲜血洒落 龙帝本体更是痛得嘶吼不断 金棚去世不减 直接冲向本地本体 在其龙区之上 狠狠凿出十多个血洞 这才被发狂的龙帝阵散 带到金棚消失 龙帝浑身时伤 模样凄惨 浑然没有一代族长的威严与气度 但所有鼓足强者 在看向老屋住时 都带着极为民众 甚至敬畏的目光 老屋住 你敢伤本地 本地要灭了你屋族 无尽愿读的龙银 自龙帝口中传出 磕磕 帝小子 这种话 你还是少说为妙 老屋住轻喝 但说出的话 却让不少鼓足强者心惊 龙帝小子 堂堂龙帝 被人用如此称呼晚辈的口吻点名 不得不说 也是一件极罕见的事情 但众人都知道 屋族的老屋住 乃上鼓遗留下来的强者 身份地位极高 有说这话的资格 龙帝果然忌惮老屋住 文言 虽然动怒 却也没有再渣乎乎的要灭屋族 他转身 看向金甲族长 金甲族长 你再不出手 等我金龙族败退 你可就什么好处都捞不到 此时有些恼火金甲族长的袖手旁观 龙帝这番话 说的是毫不客气 金甲族长微微皱眉 本族长若是出手 又能得到什么 你替本地拦住老屋住片刻 带我斩杀那小子 黄金眼血脉灰你 龙帝叫道 金甲族长目光闪动 两三秒后 点了点头 好 一言为定 他身形一动 飘然来到战场边缘 望着对面的老屋住 微微抱拳笑道 老屋住 本族长知道你屋族密法无数 战力惊人 可本族长最擅长防御 一时片刻 你也伤不了本族长 索性 干脆陪本族长一块看戏如何 金甲族长对老屋住也是极为忌惮 他知道 这老家伙快要受终正寝 不想过分得罪 他可不想被一个将死之人惦记 如果老屋住恨上自己 临死前拉自己陪葬 那他可就有些欲哭无泪了 所以 他虽然答应龙帝阻拦老屋住 但并不打算出手 老屋住眸光为动 并未理会照放金甲族长 而是看向乌贤 乌贤被龙帝所伤 伤势比较刁钻 短期内 很难再次战斗 老屋住的眉头拧了起来 单凭他一人 立扛金甲族长龙帝两大强者 多少有些捉襟剑肘 杀杀踢的 脚步声响起 赵放踩着松软的紫砂 脚步坚定地走入场间 老屋住看了过去 赵放笑了起来 冲老屋住微微拱手 多谢老屋住出手 不过 这件事情 最终还是得我来解决 就麻烦老屋住前辈 替我看住金甲族长 你要占龙帝 是 你不是他的对手 老屋住摇头 不是又如何 听到这话 老屋住微微皱眉 其藏在袖袍内 枯瘦手掌 却是在不停地掐算着什么 越是掐算 他的面色越是难看 你没有胜算 退下吧 这里交给我 和老屋住保金风霜的脸上 带着几分功劳的意味 赵放摇了摇头 若是可以 我也不想冒如此大险 但很可惜 天不随人愿 古足又有如此厚颜无耻之辈 我不能退缩 说完 一步步走向战场 老屋住望着赵放那风潇潇 吸一水寒 壮士一去不复反的身影 轻轻一探 第1368章底牌进出 本帝没想到 你居然还敢来送死 望着赵放 龙帝有种喜出望外的感觉 以刚才的局势 赵放若不出面 凭老屋住以及屋族强者 他也奈何不了赵放 顶多是在接下来的三族大战中 斩杀更多的巫族强者而已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赵放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谁生谁死 又岂能凭表面实力下定论 狗弟啊 你好歹是一方强者 不会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吧 还是说 你这些年 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龙帝发现 自己跟赵放搭茶说话 简直就是自己人生最失败的一个决定 哼 将死之人 也就只能逞一成口舌之力了 龙帝冷笑 龙的确 没必要你将死之人说那么多废话 所以 你可以去死了 赵放点头 笑龙威战的瞬间 无尽紫砂瞬间化成数百条绳索 缠绕像半空的龙帝 欲要将他拖到地面 雕虫小技 龙帝眼神冰冷 眸光如刀 瞬间闪现出上百刀刀光剑影 将逼近身前的紫砂绳索 全部斩断 哎呦我曹 还有点实力啊 赵放故作惊讶叫道 心中一时暗惊 没想到 龙帝受了如此重伤后 还有这等惊人战力 依你的无知 如何能知晓本帝手段的浩瀚与无尽 龙帝戏谑冷笑 你压脸皮真厚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真以为我拿你没办法 赵放笑容冷俊 叙手一暗间 一团巨大的黑影 笼罩龙帝本体 原慈金山 龙帝猛然醒悟 自己竟然把这茶给忘了 不过 他倒也没有太过在意 原慈金山威力虽强 但赵放实力太弱 根本发挥不出他的真正威力 修为解放 赵放将积攒的经验点 全部释放 修为历史从七星神王 飙升到九星神王 古神之体 无双秘术 实力完全解放后 尤其是在八层无双秘术的增幅下 赵放实力飙升到七星神皇程度 俨然属于神皇后期 再加上三星王族古神带来的增幅 就算是普通的神皇后期 他也能轻易绞杀 这就是你的真正实力吗 不过区区神皇 也敢与本帝争锋 话虽如此 带龙帝对赵放 已然生出一丝警惕 要知道赵放先前斩杀金锋金翘金特罗三人时 可没有动用这些实力 而是单纯以其心神王修为辅助秘宝斩杀 如今 他修为狂飙 战力定然也提升到一个惊人的层次 对付一个狗帝 神皇进足以 赵放的话 气得龙帝神情发冷 找死 龙帝低吼间 却是抢先出手 身形偏弱游龙 有飘逸之美 却又夹带着雷霆之威 镇压 原慈金山轰轰而落 其内磁力震荡 笼罩区域 全部失衡 哪怕龙帝实力惊人 也多少受了点影响 速度略有减缓 哼 原慈金山落下 与龙帝擦肩而过 杀暴 照放神情上 看不出有任何的喜怒 无尽紫砂卷洞 形成一道道密不透风的大网 铺天盖地地向着龙帝笼罩而去 龙帝面带不屑 他方才的攻势 虽因原慈金山受阻 伴对于原慈金山 乃至于这些紫砂 他都没有太过放在心上 他的脸上 始终挂着一种王之面世 哪怕紫砂大网来袭 他的神情也没有太多变化 正当他准备挥爪阵散这些紫砂时 火起 淡漠的声音 却是透过层层虚空 传入他的耳中 一粒紫砂上 骤然燃起了一丝火苗 紧接着 两粒紫砂 两百粒 两千粒 两万粒 无数粒 几乎在眨眼间 原本平淡无奇的紫砂 全被一层火焰 七色火焰与紫砂 组成了一个全新的沙漠 七色紫砂漠 什么 龙帝微惊 他能感受到 这些掺杂火焰的砂力 攻击微能比其方才 瞬间提升了十数倍 这家伙 居然还藏着这一手 龙帝神情阴沉 不过 对本帝没用 龙帝眼神骤然涌出一抹灵力 他抢先动手 龙驱破开层层七色紫砂 结果这惊天杀意 向赵放杀去 杀爆 赵放神情默然 杀爆随身而动 铺天盖地 瞬间将龙帝淹没 龙帝虽强 面对这种铺天盖地的杀力 也有些无奈 但即便困住龙帝 单凭这些杀力 也很难威胁到他 所以 在困住龙帝的刹那 赵放毫不犹豫 动用了最强杀招 砰 七色紫砂剧烈震荡 整个沙漠下陷了三分之一 熬 龙帝并没有死 愤怒且充满着仇恨的龙银 自沙漠底部传出 小兔崽子 你死定了 赵放神情没有太多变化 继续动用大招 杀爆 大藏 又一次惊天爆响 整个沙漠再度下陷三分之一 其内的七色紫砂锐剪大半 龙帝似乎死掉了 许久都没有声音传出 但赵放的神情 却始终没得放松 凝重地皱着眉头 神帝中期 果然不是那么容易杀的 这家伙连受了 撩我两次杀爆大藏 居然还活着 要知道 神帝初期的陆海空 连一次杀爆大藏都没抗住 便直接一命呜呼 而龙帝 去硬抗了两次 而且 还没死 砰 漫天的沙漠中 骤然冲出一道龙影 那身影 如鱼冲出水面 极具是绝张力 正是龙帝 不过 此刻的龙帝 狼狈到了极点 丝毫看不出一代龙帝的威势 浑身伤痕累累 宛如一个乞丐 众谷族强者 呆呆看着这一幕 对这场本应是赵放被屠戮的战斗 却演变成龙帝被压制的毫无反手之力战斗 感到极大的震惊 本帝的确是低估你了 不过 如方才那样的杀招 你恐怕再也施展不出来了吧 龙帝神色争鸣 冷力望着赵放 赵放面色如常 对龙帝能看出这一点 并不感觉诧异 你底牌进出 也不过如此 而接下来将是本地的反攻时间 龙帝截然冷笑 俨然已经掌控全局 是吗 谁告诉你 我底牌全出了 赵放冷笑 眉心三颗古神星点疯狂旋转 旋转之际 烂暗淡的第四颗星点 确实伴随着赵放体内涛海般的古神之力 竟慢慢凝实 有彻底形成第四颗星点的迹象 第1369章古神四天 怎么回事 龙帝目光微明 感受着赵放体内古神之力的剧烈变化 神色微变 你居然要在此刻突破到四星古神 不知道是因为太过震惊 或者是其他缘故 龙帝声音有些尖锐 透着难以置信的问道 这家伙是不是疯了 我记得古神破镜 每提升一个新点 都是极凶险困难的事情 需要长辈护法 这家伙居然在战斗中破镜 这跟着死有什么区别 一些见多识广的古族强者 全都震惊了 破镜 就算你能破入四星古神又能如何 与本地依旧差距巨大 而且本地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龙帝冷笑 直接出手 欲要在赵放破镜前 将其必杀 哗啦啦波浪福波浪福 在龙帝动身的刹那 无垠的沙漠 再度席卷而来 尽管赵放不能施展大招杀爆大藏 但以此杀阻拦龙帝 拖延点时间 还是能够做到的 有古西叶在身 我全力炼化陆海空的古神之精 大概需要一刻钟 在此之前 得先拖住龙帝 赵放目光凛然 砰 砰 给本地滚开 龙帝速度惊人 若非紫砂阻拦 只怕眨眼间 便来到赵放身前 不过 接连经受老巫柱金棚 以及赵放的两次杀爆大藏后 龙帝也非巅峰状态 伤势不轻 加上紫砂无边无际 纯粹是想拖住他 一时间 他倒是被紫砂困住 无法冲出 该死的兔崽子 有本事与本地公平一战 兔崽子 滚过来受死 龙帝怒吼连连 赵放闭目 全身心炼化古神之精 时间飞速流逝 龙帝也察觉 赵放在拖延时间 以本地如今的状态 想要瞬间破开层层阻拦 只有那个秘术了 可一旦用了那个秘术 本地骑马的上百年 才能恢复过来 对付区区一个神王 有必要动用吗 龙帝有些犹疑 但很快 他便有了决定 这小子害得本地当场出丑 可恶至极 本地要趁着他尚未破镜成功 废掉他 让他带着满腔的不甘与怨恨而死 如此 方霄本地心头之恨 龙帝打定主意 反手取出遗物 甩向虚空 那是十滴人头大小的雪滴 每一团雪滴 都蕴含着惊人的气血之力 与雪煞之气 可以预见 这雪滴主人生前实力之强劲 凶兽雪惊 龙帝想干什么 莫非 他要借此 施展金龙一脉那个逆天神通 老巫柱看到雪滴后 苍老的面容上 历时浮现出浓郁的担忧之色 龙雪秘术 金龙族立足之本 可用凶兽雪惊 短期内增强自身战力 龙帝小子拿出来的 虽然都是一些神帝初期的凶兽雪惊 可这些雪惊之力叠加 足以让他在短时间内拥有巅峰 甚至达到七星神帝的战力 那小子 显了 老巫柱咳嗽不断 脸上的皱纹 一时间多了无数道 便是安月与西二女 听到老巫柱的话后 俏脸都涌出担忧的神情 他们知道 骨神破镜 本就是极凶险的事情 现在 又有龙帝这尊强敌环似 赵放所面临的凶险 被无数倍的放大 赵放 二女紧紧盯着赵放身影 秀犬紧握 恨不得冲上高空 与赵放并肩而战 哈哈 听得 一直面无表情的金甲族长 看到这一幕 笑了起来 龙帝终于要认真起来了 老巫柱 你看中的那个小子 他要死了 金甲族长瞥了老巫柱一眼 看似随意 扮演童深处 却露出极深的警惕 他知道 如今情况凶险 老巫柱随时都可能出手去解救赵放 他不敢有丝毫大意 老巫柱抬头望天 没有说话 呼 花 花 澎湃如洋海般的恐怖气息 自炼化石滴血精后的龙帝身上 形成实质的涟漪波纹 扩散开来 这些涟漪波纹 具备着极强的冲击力 但凡破尽的紫砂 在接触到涟漪波纹后 直接被碾碎了粉尘 随风而逝 更让人震惊 还是龙帝此刻的状态 原本重伤垂死的他 炼化石滴血精后 伤口正缓缓愈合 一身金光闪闪的鳞片 也在缓缓生出 再度恢复先前龙金狐猛的状态 卧槽 这跟吃了石拳大补完一样啊 赵放抽空睁眼看了下 历史脸色大变 嘿嘿 小兔崽子 这一次 你死定了 龙帝鸣笑着望着赵放 龙爪须抓之际 身形树然消失在原地 糟糕 赵放暗呼不妙 想以此杀阻拦 却发现神识中失去了龙帝踪影 根本无法感知到对方的存在 杀强 无奈何 赵放选择最保守的战法 以此杀在身前筑墙 但还是晚了一步 杀强刚凝聚出一道 一道风锐的龙爪破空而来 瞬间拍在杀强之上 砰 无数紫杀轻刻肩被打成飞灰 那只龙爪于是不减 一爪拍在赵放肩膀上 吃了 白袍破碎大半 赵放又尖触 被撕下大片血肉 剧痛 瞬间侵袭赵放心神 吼提个 赵放怒吼 无尽的鼓神之力 伴随着他这一吼 如浩荡江河 奔腾而出 竟将龙爪退出去 嗯 好惊人的鼓神之力 龙爪面色微变 玄机冷笑道 不过 你今日必死 谁也救不了你 说完 便再度冲来 缩地成寸 赵放踏空而去 根本不与龙爪搏杀 索性 系统升级后 有托管功能 烈化鼓神之精 可以托管北系统 否则 在这种场合下 赵放就算能保住小命 也必然会走火入魔 气筒 我要兑换进度加速卡 赵放咬牙 哈哈 踢个小兔崽子 你不是挺有能耐的吗 你讨什么 来根本第一站啊 哈哈 龙爪截然大笑 笑声中透着无尽的猖狂语得意 如你所愿 冰冷的声音 突然打断了龙爪的得意的凝笑 赵放驻足 转身的刹那 天地间的神力 如同受到某种牵引 疯狂的向着他的眉心凝聚而去 其眉心原本暗弱的第四颗星点 在疯狂的旋转之际 确实变得越发清晰 最终 在所有古族族人震撼莫名的目光下 那第四颗星点 彻底成形 散发出比前三颗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 死心古神 怎么可能 龙爪震惊 按照他的炼化进度 少说的半个时辰 怎么会这么快 龙爪就算抓破脑袋 估计都想不明白 世上还有进度加速卡这个东西 龙爪 你如我古神 当诸 今日 以你之血 来祭奠我古神大出天下 古神第三秘术 思天 第1370章 一直免杀 思天 古神族三大秘术之一 对延习的古神要求极高 最低要求 必须是四星古神 才有资格延习 古天穷将幻神 思天全部烙印在赵放一时中 赵放也只是延习了幻神而已 思天却被封印起来 但当他的实力 寄生四星古神 封印自动解开 一切的一切 都似乎与生俱来斑 涌入他的心神 赵放缓缓闭上双眼 但在睁开双眼的刹那 其眼眸中骤然无数雷霆闪烁 古神思天 赵放清喝 刹那间 天地失色 日月无光 心斗一味 无尽烟雾蒸腾 出现了一副景象 一头体型高达的黄金古神 踏步而来 双臂展开 手指插入天穹 用力向两端撕开 那天穹 竟被这只手掌 撕成两个世界 古神传法 老巫柱眼皮微挑 震惊失色 在其说话之际 赵放身影骤然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在龙帝都未反应过来时 赵放身形浮现在其面前 滚开 龙帝到底是金龙一脉最强者 反应极快 龙手摆动 想要把赵放甩开 换神 赵放双目鸿芒一闪 化作流光直接冲入龙帝眼瞳内 龙帝一正也就是愣神的功夫 赵放抓住了龙帝龙手处的两根龙脚 宛如那股神强者双手插入天穹 给我开 此天神力疯狂爆发 赵放抓着两根龙脚 向着两边猛力一丝 难以言喻的恐怖之力 瞬间展开龙手 一分为二 卡擦 砰 龙手裂成两半 其庞大的身体 也因此被分解成两半 在众人目瞪口袋中 洒下大片的金色龙血 怎么会这样 本地乃八爪金龙 金龙一族血脉最强者 居然被区区四星骨神撕裂了身体 龙手被撕成两半的瞬间 一颗金色龙珠飞出 其上浮现冲龙地的面容 他的脸上 有带着震惊与无法掩饰的恐怖之色 你错了 我不单是四星骨神 准确的来说 是四星王族骨神 照放神情平淡 神皇中期 加上四星骨神的增幅 堪比神皇后期 可若是四星王族骨神的增幅 那实力 不下于普通的神帝初期 毕竟 越是血脉纯正的骨神 所施展的骨神秘术 也就越强 四星王族骨神 哪又如何 本地是八爪金龙 龙族的霸主 不提这个倒好 一提血脉之事 龙地就像个怨妇 不一样 怎么想都想不明白 实力强横如自己 居然会被一个四星骨神 撕裂龙首 古神异族的四天之树 可谓是凝聚了 古神最强战力的一击 寻常的四星骨神 单凭四天 便可挑战普通神皇 更别说是王族骨神 龙帝 你败的并不冤枉 乌贤拖着伤体 望着半空中的照放 眼带震撼的同时 平淡道 放屁 本龙乃堂堂龙帝 怎么可能会败 龙帝不愿服输 白痴 若非他只是出颜思天 尚不纯属 你觉得 自己现在还能活着 乌贤冷笑 本龙不甘 龙帝怒吼 龙珠滴溜溜旋转 燃烧起自身灵魂之力 与此同时 一股股充满怨毒仇恨的灵魂气息 自龙珠内散发而出 龙祖 你老人家再不出手 我金龙一脉 就要古神彻底塌灭了 在场强者中 只有老乌柱清晰感知到了这一幕 不禁脸色巨变 龙祖 莫非 那老家伙还活着 正思想之际 吼波浪浮波浪浮 一道令沙破戒 敦魂之颤抖的恐怖龙吟 瞬间响彻八方 那龙吟蕴含无尽神威 龙帝的龙吟与其相比 就像是顽童的叫声 砰 砰 现场有大部分古族族人 因承受不住这一吼之威 肉身直接崩碎 化作血肉碎块 有些弱小的家伙 连神时敦魂逃出 直接行神俱灭 一吼之威 恐怖如斯 谁赶灭我金龙一脉 浩荡威严的声音 如酒消至上的神奇 充满了无法抗拒的神力 下一刻 一道苍老华贵的身影 凭空出现在战场之上 那是一个面容音质 但气息一场恐怖的金袍老者 老者现身后 一身恐怖气息 毫不掩饰 排山倒海般横脸八方 尤其是在看到龙地肉身被撕开 只剩下龙珠与神时后 更加震怒 羊儿 谁伤的你 老者的目光 瞬间看向老巫柱 整个场上 冷入他眼的强者 只有老巫柱一人 老巫柱 你居然还没死 说 是不是你伤了我的羊儿 龙祖神秦英丽 金龙 你居然还活着 咳 老巫柱咳嗽得更加剧烈 老祖 是那个小子 是他以秘书伤的我 龙地开口 目光直指照放 他 刺心股神 金龙老祖眉头微皱 勉强算的角色 应该对你够不成威胁吧 那小子学会了 古神族三大秘书中的思天 我被他偷袭 这才落到这样一个下场 什么 金龙老祖勃然色变 小子 你竟然学会古神三大秘书 那就留不得你了 说完 一直点向照放 一直撵天地 照放在这一指下 鸟如蝼蚁 根本没有半点反抗的余地 祖像 眼看着那一指就要临近 一道略带焦急的声音 猛地传了过来 下一刻 一头身形高大 顶天立地的巫族强者虚影 出现在那一指前端 巫族强者出手 与金龙老祖一指悍然碰撞 双双隐灭 带到那一指散去 那压在照放身上的恐怖气息 才骤然消散 照放神情惊骇之余 手掌摸到一物 老巫柱 你居然敢祖本龙 找死 金龙老祖默然看向老巫柱 抬手便是一道金光打出 老巫柱挥杖相迎 却被重创 吐血之余 咳嗽更加频繁 再改篮本龙 休怪本龙不讲情面 金龙老祖冷冷看了眼老巫柱 旋即望向照放 老巫柱重创 就算他出手 也挡不住本龙一击 这一次 看谁还能救你 说完 一只巨大的金色龙爪 凭空浮现 携带着惊人杀意而来 眼看着那股大恐怖铃声 照放眼中涌出一抹疯狂 老狗 真以为老子没办法对付你吗 老巫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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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巫柱